現在鍾小平要把4300萬的商辦跟金華城的後洩做連結 那是否要引你拿出匯款單或是其他證據來證實兩者無關 您剛剛所說的那一位先生 我想接下來就讓世子說話 請志涵來加以說明 鍾小平議員他的部分的內容 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但是我們這邊呢已經準備好了 關於產權移轉還有契約等等相關的內容 首先鍾小平議員他指稱說 這個4300萬元的商辦是來自於金華城的後洩 他沒有任何的證據 他也指稱說這個金華城的原屋主是陳育坤董事長 也就是金華城的董事長的兒子 根據我們調出來跟陳慧琦醫師取得的產權相關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地標還有產權的資料下方 有所有權人 這兩位先生陳德圈先生跟陳元圈先生 後面的民主把遮蔽掉 這是一對兄弟黨 這對兄弟黨呢 他們是原本的屋主 兩個人共同持份二分之一 那麼至於他們的年齡 一位是38年出生的 另外一位是45年出生的 也就是他們兩個年齡大約是在68歲到75歲之間 也就是說除非陳育坤董事長他有兒子是在68到75歲之間 否則鍾小平議員他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我們也期待他拿出更多的證據 另外就是關於金流的部分 陳佩奇醫師已經很明確地說了 所有4300萬元商辦的 這個買賣的支出都是來自於柯文哲主席的個人權局補助款 來自於他的三個賬戶 那麼這三個賬戶呢 因為現在存折都已經被檢調給查扣了 所以他在上個星期的時間去重新申請 等到他申請拿到之後 就可以清楚地把這個相關的金流來跟外界做交代 那麼在此同時我們要再次強調 鍾小平他含血噴人 而且沒有拿出任何證據做出這樣的指控 除非他能夠提出具體的證據 證明這兩位屋主是跟陳育坤董事長有關 否則的話他恐怕要吃上官司 我想請教先前的新聞稿有說 金華城的容積獎勵 蔣市府認為合法 那怎麼看現在後續市府說明是辦理的過程合法 都是這個都市計劃法的程序 那至於有沒有違法他們是尊重法院判決 這部分我來回答 我想相同的立場 在今年的一月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的都發局 其實就已經用新聞稿來發表過了 相同的立場在今年的一月就發表過 所以行政程序的這個處分上面的合法性 應該在行政處分當中來確定 不應該隨民進黨 對柯文哲主席的政治追殺而起舞 不應該隨著民進黨 對柯文哲主席的政治追殺而起舞 國常委員想跟你請教一下 雖然民眾黨有舉辦這個全台開講 那未來是不是不排除像AIT陳情 表達台灣民主社會的這個現況 那以吸引國際注意 在國際的面向上面的宣傳 民眾黨有什麼樣的規劃 謝謝 昨天確實 AIT跟台灣民眾黨這邊有一些溝通跟聯繫 那但是我們必須要說明的事情是 那基於對於彼此之間雙方的尊重 我們不便去轉達溝通聯繫的內容 但如同我剛剛所講到的 主席從台北地檢署走出來以後 有非常多的國際媒體關心主席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才會在主席有限的時間當中 安排了這一場訪問 那目前台灣民眾黨 我們在記者會召開上面 以及會後的新聞稿 那為了要方便許多外國的媒體 能夠掌握狀況 我們會後的新聞稿 除了用我們一般通用的中文發布以外 也都會提供英文的內容 給其他國際媒體的朋友們參考 你好三立兩個問題請教 想問一下日經新聞 昨天也有報導評論主席被羈押 也讓民眾黨全黨挺議人是面臨挑戰 想問黨的回應 另外第二題是 現在中小平要把4300萬的商辦 跟金華城的後洩做連結 那是否要引你拿出匯款單 或是其他證據來證實兩者無關 謝謝 我先就第一部分 來這裡回答 如同剛剛我們在記者會上面所說的 柯文哲主席他目前正用他自己的肉身 來接受國家機器 對他自由的禁錮 但是台灣民眾黨 目前全黨上下 我們在捍衛的 絕對不是只有柯文哲主席個人的清白 我們更要捍衛 我們更要捍衛 也是更重要的 周小平議員 他的部分的內容 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但是我們這邊呢 已經準備好了關於產權移轉 還有契約等等相關的內容 我們請同仲人幫我們播放 醫師取得的產權相關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地標 還有產權的資料下方有所有權人 這兩位先生 陳德圈先生跟陳元圈先生 後面的民眾把遮蔽掉 這是一對兄弟黨 這對兄弟黨呢 他們是原本的屋主 兩個人共同持份二分之一 那麼至於他們的年齡 一位是38年出生的 另外一位是45年出生的 也就是他們兩個年齡 大約是在68歲到75歲之間 也就是說除非陳育坤董事長 他有兒子是在68到75歲之間 否則中小平議員他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我們也期待他拿出更多的證據 另外就是關於金流的部分 陳佩奇醫師已經很明確的說了 所有4300萬元商辦的 這個買賣的支出 都是來自於柯文哲主席的 個人權局補助款 來自於他的三個賬戶 那麼這三個賬戶呢 因為現在存折都已經被檢調給查扣了 所以他在上個星期的時間 去重新申請 等到他申請拿到之後 就可以清楚的把這個相關的金流 來跟外界做交代 那麼在此同時我們要再次強調 中小平他含血噴人 而且沒有拿出任何證據 做出這樣的指控 除非他能夠提出具體的證據 證明這兩位屋主 是跟陳育坤董事長有關 否則的話他恐怕要吃上官司 謝謝